藍色的戰敗 好 兩支球隊呢 在本季其實已經見到第三循環 但是剛好呢 但是很希望他能夠趕快的找回他以往的伸手 這樣的話在藍金方面 這也是導致藍金這邊 在傳接球上面都一直很難能夠從中路來去尋求推進 都一直要往兩邊去做傳導與進攻 所以待會就看看說在藍金 能不能夠有中場有更多的跑動 好的 這支要磁塞 來 會給神佼儀 這邊的彎兔撞牆好球阿爾 繼續往中間帶 再一腳直塞 眾生了 比起一開賽的時候已經是相差非常非常多 一開賽其實他們4-4-2是站得非常非常密集 那現在會發現到說這個眾生的程度 其實走路去做進攻的時候 真雲雅的位置可能就會有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插上勝門的機會 我們看一下阿爾你看 這球他還是基本上一直給這球施加壓力 當然也可能是想說 就是來幫助一下蘇宇軒找回他的狀態 中間畢竟還是一個滿好的一個起腳的一個位置 這邊 那兩隊去年在12月18號在輔大足球場的對決呢 藍金是靠著田中麻凡的單場兩個進球 應該就是要加強一下前場人數上真的比較不足的情形 來增加更多前場人數上的優勢 那航運的話剛剛等於是在20多分鐘 在右後位的位置做換台球動作 這很難不摧阿 是 還好是在這中線的位置阿 如果是在進區內就麻煩了 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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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